2007年总决赛后,邓肯抱着詹姆斯说,未来是你的,对于22岁的詹姆斯来说,不管他当时信没信,后来一三到一四赛季的故事证明,邓肯一定是骗他的。 现在33岁的詹姆斯上萨基,场景27.5分8.69.1助攻,季后赛更是达到了34分9.19助攻。 如果他说,未来是你的,内海一定是骗你的,勒布朗的伟大已经无庸余,关于荣炬,我们也就不再一一列去。 搭着球场上的表现来看,他就是现今联盟的第一人,休赛期三皇宣布加盟胡仁,现在来看,他不光要现在,未来也要了,胡仁现有阵容确实是不够冲击总冠军,不过近期他们才掉罗尔邓,借此腾出了一千多万美元的空间,显然他们没打算本赛季去练兵,他们是有着自己的要求的。 对于詹姆斯来讲那肯定就是争赌总冠军,等赛季结束之后,胡仁会腾出三千八百二十万美元金钱的空间,这足以在自由市场上去捞到大鱼,杜兰特,伦纳德,塔普森等等,无论你讨厌谁还是喜欢谁,但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张皇的新队友。 就好比不分科幣,不愿意看到詹姆斯加蒙胡仁,是蒂芬森作为勒伯朗,曾经的死敌如今是成为队友一样。 他们有可能会在一起打球,拿着理想的金水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努力,胡仁目前阵容中锋位置是明显的短板,但他们不会现在就利用罗尔邓的空间去物色中锋人选。 一来是市面上没有合适的球员,二来是希望看看自身的阵容潜力,以此再去选择他们希望得到的球员。 好,刚得用在导印上,以勒布朗现在的状态来看,未来二到三年保持巅峰,应该没有太大问题,正是因为魔术师约翰逊和勒布朗本人对此都有着极大的信心,所以他们才敢于对未来做出规划。 胡仁签约的球员大多是一年的合约,这让他们自己保持了很好的灵活性,他们可以在赛季结束后去主动选择留谁。 新人们在新赛季也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成长,单重了布朗可以把骑士连续四年代进总决赛来看,新赛季把胡仁代进季后赛肯定不成问题。 更何况胡仁之前也有过赛季或范加索尔空降的案例,所以你也无法预估一支有强力的球队会走多远,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,至少从詹姆斯个人来说,未来还是他的。 大家见到